前几天冬至一大早老妈就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他们那边吃饺子 我就买好东西过去了 到了之后我爸跟我闲聊 后来说到楼上新搬来一位邻居 最近让我爸妈有点苦恼 事情是这样的 我爸妈因为年纪大了 冬天不怎么出门 就喜欢在家养养花 晒晒太阳 这样也好 有利于预防老年人骨质疏松 所以当时装修的时候 还特意把阳台装成了落地窗 这样不仅美观 采光也好 但是吧 最近就发现楼上新搬来的这位邻居有点不太厚道 每当太阳出来之后 他们就晒被子 他们这被子晒的 技术含量可太高了 他们把被子脚用绳子绑在阳台边上 然后整个都垂下来 这样他们就省事了 直接晒整面 不用再费劲翻面了 可他们一点也不会楼下考虑 那两米二的大被子啊 就直接给我们阳台封了个严严实实 别说阳光进不来了 就连房子外面都得弯下腰才能看见 而且有时候他们侧面还会再搭一个褥子 能想象吗 这屋里要是不看表都不知道天亮了 弄得我爸大白天在客厅看报纸都得开灯 这下好了 本来冬天阳光就很难得 尤其是在我们北方 有阳光跟没阳光 那区别真的太大了 现在不管外面阳光多好 我家就永远都是阴天 我要这落地窗有何用 听到这里我忍不了了 我说你俩没去楼上找他们谈吗 我爸说找过了 楼上说白天要出去上班 没时间给被子翻面 所以只能这样 我爸妈一想都不容易 就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了 我能理解我爸妈 老两口老是粉分一辈子了 说话做事从来都是为别人考虑 宁可委屈自己 也不让别人为难 他们这样遇到老实人还行 要是遇到那自私自利的 就太受欺负了 这次就是 他们感觉无非就是挡了阳光 忍忍就过去了 都是邻居 没必要针锋相对的 但是他们能忍 我可忍不了 每个人都有享受阳光的权利 就像呼吸新鲜空气一样 是我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法律规定 每个公民都享有采光权 给邻居在通风采光上造成妨碍的 应当停止侵害 赔偿损失 我已经想好要怎么应对了 但是爸妈在场 肯定会影响我发挥 于是我就给他们 抱了个去三亚的旅行团 把他们支走 一是方便我跟楼上去协商 二爷让他们去那边多补补阳光吧 等爸妈出发了 我就找到了楼上 开门是一大姐 我说你好 我是楼下的 是这样 你家晒被子的时候 能不能往上收一收啊 你那么往下一摊 把我们家都给挡上了 一点阳光都没有 屋里黑咕隆咚的 好了好了 你家直线就来烧火 不就是晒个被子吗 你们治愈吗 大姐 这不是治愈不治愈的事 我爸妈年纪大了 平时应该多晒太阳的 而且你这么一挡 我们自己被子都晒不了了 洗的衣服也要晾好久才能干 相互理解一下吧 你看咱的洞露力竭 我给你们床铺当上天 你家不是先的更安紧吗 而且虽然我被子打拉下去了 胆子是催在板孔里 有没打你家阳太上 说难停滇 你应该关不着吧 再说我们已经苟为你们坐下了 我们平时在家的时候 周路都请收请交的 你说姚伟这滇消失咱们闹里不好了 以后就更麻烦了是不是 你假如足以安全啊 说完就把门关上了 我的天 这是在威胁我吗 我就呵呵了 你不知道我叫王金条吗 我至少有十种方法 让你在这里住不下去 开个玩笑 邻居之间还是要和睦相处 但是这次我好生好气的来跟你商量 你如果再不悔改 就真的别怪我了 第二天早上 又是一个大晴天 我来到客厅 刚想躺沙发上晒毁太阳 就见一床大被子从天来到 一下就把阳光隔绝了 顿时我就想到了西游地理 初步空间出来的宝葫路 能把天都装进去 一下就天黑了 好吧 看来跟你协商是行不通了 但是不要以为你在楼上 我就没办法治你 小伙伴们两个小心心 看下集我是如何让他来 乖乖给我道歉的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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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上集说到 楼上邻居晒被子 把我家阳光全挡住了 我找上楼去协商 但他仍不知悔改 其实我已经想好怎么治他了 本来想给他个机会 既然这样 那就怪不得我了 我拿出手机给哥们几个打电话 大山啊 今天安排你吃火锅 我都弄好了 就差点肉 你路上买二斤过来吧 二狗 今天我安排你小火锅 别的都齐了 就差点蔬菜 你看着买点菜过来 大聪明 想你了 中午来我家吃饭吧 家里没饮料了 你在楼下超市买两瓶上来 过了一会儿 兄弟们都到了 我们在阳台煮好火锅 架好烤炉 火锅加烧烤 今天就是造 我直接在锅里放了两块牛油底料 烧烤我就可静放自然辣椒 被子挡着阳台 油烟散步出去 我就在下面摆了个风扇往外吹 最近评论区 总是有小伙伴说他邻居有多无赖 求惩治办法 这里我忠心劝大家一句 邻里之间一定要相互理解和睦相处 二狗打腰子再放把辣椒 喝得差不多了 我又给他们整了点主食 一人一碗螺丝粉 那股胃真的绝了 幸好有被子挡着膝胃 要不然旁边邻居还以为我在家顿时呢 到了下午 他们都走了 楼上也收了被子 我就在家静静等楼上来找我 我打开门 果然是楼上大姐 一见面就劈头盖脸给我喊 你是不是又兵 你对我被子做啥了 被子都不能要了 你被子怎么了 我不知道啊 我好好的被子 现在又辣又臭 肯定是你干的 你这人怎么这么坏 你要是喷点谁 我还能筛赶 现在我被子都不能要了 不就往下吹了电吗 你至于骂你 大姐 话不能这么说 我就在家做了顿饭 你不能不让我吃饭吧 只是我口味比较重 喜欢吃些重口的东西 一天三顿小烧烤 火锅一天少不了 有一点你说的对 你这么挡着 我们家确实显得安静了 还能把我做饭的油烟盖住 真的不错 我看她一下 不知道说啥了 就话锋一转接着说 大姐以后有时间来我家吃饭了 咱们远亲不如近邻 以后还要多走动啊 那大姐听我这么说 也有点不好意思了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以后不吹这么低了 之前是大姐坐地不对 以后我尽量质疑 行了吧 大姐 你要是早这样 也不会发生今天的事 我们相互理解 你被子往下放 可以 只要不影响我爸妈 晒太阳就行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我真是太机智了 其实有些人做错事 他不是不知道 他只是在一步步 试探你的脾气和底线 如果你一再忍让退步 那换来的一定是得寸进尺 一开始就应该予以反击 把握好分寸 不但不会妨碍邻居关系 在以后的相处中 他也会多一些忌惮 为你考虑一些 还是那句话 恶人一开始并不是恶人 他都是耸人慢慢灌出来的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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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大 各位观众大爷 对不起 由于上个视频 出现了逻辑性错误 重要材料 我没有交代清楚 为避免出现误导 我已经把上个作品隐藏了 望大家见谅 其实粉丝投稿时 有说继承证明的 但是 我为了控制时长 对剧本做了简化 把我给大致 准备所有材料的环节 删减了 结果导致了整个剧本的失真 冲突点不成立 这完全是我的错 对不起各位大爷了 不过反正已经这样了 你们又打不到我 臭小子 竟然犯这种低级错误 害我不能登场 看我怎么收拾你 九叔 你听我解释啊 我最近实在太累了 没有注意 那我就让你多休息几天 九叔九叔 别打了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一定认真写剧本 这次饶了我吧 咱们 我们下个小子 谢谢大家 干什么